到哪里能弄到鬼秀的功法呢 通天河区域功法繁多 应该会有 白小纯沉饮一番 打定主意后 这才盘膝坐下 熟悉十八色火配方 很快的 一夜过去 这十八色火配方极为复杂 不过其原理与白小纯当初融火镜下 练出的那一丝十八色火 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 可以说这配方 就是建立在 当日白小纯尝试的 那两个办法的基础上 所以一夜的熟悉后 白小纯的心中 也有了不少心得 一想到自己一旦练出 就可成为地品练魂师 不禁就心跳加速 不过想要真正练制出来 还需大量的尝试 白小纯抬头看了看天色 想到赵雄林那里 还欠自己一个天人魂 于是收起骨茧 站起了身 称了称腰 随后抬着下巴 只觉得神清气爽 春风得意 此刻急需意气风发一番 赵雄林 你家白爷爷来了 在白小纯这里得意时 他不知道 这一夜 聚鬼王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 是在红尘女今天 向他汇报 关于祭祖之日中 发生的事情后 聚鬼王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人才啊 我的确没看错这白号 此子未来不可估量 这样的成龙快婿 不管他什么来头 我都要定了 不过沐儿那脾气 他们两个如果这么下去 根本就不可能 有进一步的发展啊 且眼下也不好 让他们频繁接触 聚鬼王想了想后 忽然眼中露出奇异之色 干咳一声 向着红尘女传音 先是问了问修为的情况后 他忽然开口 沐儿 为父有一门功法 你只需闭关前修 就有七成可能 会让你突破天人初期 踏入天人中期 第778集 验过拔毛 尽管有了铺垫 可这番话语 还是让红尘女一愣 觉得有些不对劲 要来功法后 仔细地看了好久 也没察觉什么 毕竟聚鬼王是他爹 也不可能坑害他 可红尘女 还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又研究这功法许久 因急切地想要修为突破 毕竟之前 与白小船的一战 让他对自身 目前的修为很是不满 于是也就没多想 闭关前修 好女儿啊 可不是为父坑你啊 这功法没什么危害 只是在首次修炼后 出关时 会让人脑袋不灵光 有些迷糊 思维不是那么顺畅 很容易接受一些说法 堪比洗脑没办法 实在是你太聪明了 这样下去 怎么能与那白号有进展啊 巨鬼王有些心虚 可以想自己也算用心良苦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想到这里 他立刻觉得自己 是个好父亲 眼看自己的计划 第一步得逞 巨鬼王心虚之于 更多的是兴奋 就趁着红尘女闭关的时间 把红尘女身边的那些亲卫 都交代一番 让他们务必第一时间 把周子墨出关的事情 告诉自己 他说得严肃 那些亲卫也都紧张 赶紧领命遵从 做完这些 巨鬼王深吸口气 成不成 还要看机缘了 若他们没有机缘 一切还是都没有 赵家 居住在第十九区内 凭着赵雄林天侯的身份 其家族范围 与李家陈家 相差无几 放眼看去 一座座并不精美 带着粗广之一的建筑 在整个十九区内 很是显眼 尤其是在赵家两侧广场上 树立着两尊 足有数十丈之高的 兽型雕像 通体洁白 虽不是临时打造 可也是某种少见的 炼器材料塑造出来 很是不凡 在这两尊兽雕雕的中间位置 则是赵家的天喉塔 屹立不到 散出波动 使人距离很远 就可感受来自赵家的 阵阵威压 寺无处不在 此刻 在这赵家内 所有的族人子寺 都在炎武场中 彼此如试炼般交手 不时有术法 神通碰撞轰轰作响 而作为赵家的长子赵东山 则是盘西坐在 炎武场的上首位 虽是在观望族人 可实际上却心不在焉 甚至眉心 隐隐有暗精跳动 他不时地抬头 看向远处天空 内心连连叹息 一想到昨天父亲归来时 那一脸怒意的样子 赵东山就心底发愁 他暗自叫苦的同时 对白小纯那里 也都郁闷憎恨不已 太损了 给我们赵家一个助击魂 却要拿走一个天人魂 这比明强还要恶脸 赵东山恨得磨牙早耻 可心中却满是无奈 昨天夜里 赵雄灵就扔给了他一个天人魂 交代一番后 黑着脸选择了闭关 爹啊 你觉得丢人 可这种事情 我也觉得丢人啊 赵东山叹了口气 也有肉痛 他们整个赵家 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天人魂而已 这还是他父亲与天公陈好松关系密切 是陈好松赠予的 可现在 却要拿出 这就让赵东山的憋们更为强烈 就在他这里无奈时 忽然地 远处天空上 有呼啸之声瞬间传之 这声势不小 赵东山听到后 眼皮一跳 心底也跟着咯噔一声 抬头时立刻就看到了天边 赫然有数千道长虹 带着惊天动地的煞气 风驰电掣般飞射而来 这无耻的白号 来取个魂 还要如此排场 赵东山心底咒骂不停 面色也都黑了下来 阴郁地盯着那数千人中 最前方的身影 那身影 正是耀武扬威的白小春 他速度飞快 刹那就到了赵家的半空中 大袖一甩 充满了得意的声音 回荡整个赵家 赵天侯赵老哥 非常感谢你昨天 带为保管我的天人魂 那个我今天来取了 把天人魂丢吧 白小春心中快意无比 他早就看到了赵东山 不过琢磨着 自己现在的地位这么高了 自然要直接和赵雄林对话 赵东山这样的晚辈 自己没必要去打招呼 而在天侯塔内 赵雄林哪怕之前是在打坐 也是心神不宁 此时也感受到了外面的事情 面皮抽动了一下 强行忍住 没有理会 白号 拿着魂赶紧走 赵东山咬着牙 硬着头皮飞出 直接袖子一甩 扔出一枚水晶 那水晶剔透异常 散出滑光 更有射人威压 一看就极为不俗 其内蕴含一团火光 正是火属性的天人魂 这水晶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白小春而去 被白小春一把拿在手中后 顿时眉开眼笑 抬头看向赵东山 这不是东山大侄子吗 哈哈 你们太客气了 居然还把我的天人魂 装在了水晶里 不错不错 大侄子 来来来 今天白叔叔高兴 你快来拜见一下我 白叔叔有赏 白小春笑眯眯地望着赵东山 这赵东山几次得罪自己 今天自己既然来了 岂能这么轻易地离开 赵东山喘息都开始乱了 听到白小春居然称呼自己是大侄子 这让他立刻就怒气疼地升起 险些没有压住 可以想到白小春站立不俗 且是监察使 身边那三千尸魁煞气弥漫 就让他不得不压下怒火 闷声喝道 白昊 魂一给你 还不走 这里不欢迎你 他这话语一出 白小春立刻就瞪起了眼睛 变脸之快 刹那就从之前的笑眯眯 变得脸带怒意 右手抬起一指赵东山 大侄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不欢迎我 我代表的可是大天师 你不欢迎我 就是不欢迎大天师 你赵东山一听白小春的话语 内心憋屈得快要炸了 但却想要辩解 可白小春没给他这个机会 再次开口 不欢迎大天师 就代表你们灭世朝堂 灭世葵皇 难道你们赵家心中有鬼 白小春大喝一声 右手抬起时 他身边三千尸魁煞气 轰然爆发散开 形成黑色的漩涡 笼罩赵家上空 我没有 赵东山顿时着急了 可他说不过白小春 实际上 自从白小春当上了这个监察室后 就特别喜欢给 跟他有过节 或意图谋害他的人扣帽子 往往都是一开口 就一顶大帽子扔出去 这招很是厉害 别说这赵东山了 就算是他爹 也都承受不住 甚至天宫陈好松 当日也都在白小春的大帽子下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咦 你心虚了 白小春双目冒光 似抓到了把柄一般 兴奋地开口时 右手抬起 就要下令 这一幕 让高塔内的赵雄灵气的 整个人手脚都哆嗦 而赵东山那里 也是呼吸粗重 但他这一次反应快了不少 尽快走几步 深吸了一口气 忍着愤怒 到了白小春的前方 低着头抱拳一拜 晚辈东山拜见 拜见监察时大然 赵东山内心抓狂 直欲喷血 但如今的白昊 已不是当初 他与他爹都惹不起 只能低头赞保平安 白小春不满地 看了看赵东山 琢磨着 今天这赵东山的反应 怎么变快了 按道可惜 他还打算借助这个机会 好好地再勒索一下这赵家 这么快就认怂了 没意思 白小春不满地放下了手 却没有借口去继续找茬了 心底很是不悦 目光在赵家扫过后 一指那两尊洁白的瘦雕 这两尊雕像看起来可疑 来人啊 给我搬走 送到我府上 本监察使要仔细研究研究 他话语一出 立刻身后就飞出 数百尸魁黑甲 无视赵家 直奔那两个雕像而去 赵东山眉头一跳 额头清净一鼓一鼓的 可眼看自己父亲都没传出话语 只能忍下 任由那数百尸魁 将那两尊对他们赵家而言 也都珍贵无比地受雕 生生拔出地面 白小春继续眨巴着眼 目光扫向天候塔 又等了半晌 始终不见那赵雄灵出现 兴致也都有些缺缺 哼了一声 这才转身带着尸魁大军 带着两尊雕像离去 敢惹我 那赵东山多次对我出手 这雕像 就当是利息了 白小春抬着头 高视阔步 呼啸远去 直至他走远 天候塔内 赵雄灵这才传出一声嘀吼 他粗重的呼吸 好半嗓都没有减缓 偏偏憋屈之意 还无法爆发 只能用咆哮来宣泄 而赵东山 此刻却苦涩沉默 对于那白小春 他已经是精畏无比 暗瘫若早知如此 他当初怎么的 也都不会选择得罪对方 揣着天人魂 带着雕像 白小春回到了监察府 安排尸魁守护后 他盘膝坐在闭关之地 琢磨着大天师 昨天所说的话 接下来就等 大天师的传址了 也不知道这一次 大天师要抄多少人的 加白小春心中满是期待 半嗓后 正要定心研究十八色火 可神色微动 抬头时 他的闭关之地外 出现周一星的深意 周一星求见大人 这周一星 已经被白小春 任命为监察府的人 他在这监察府内 尸魁虽也盯着 但只要不是心有歹意 倒也不会为难 对于周一星 白小春还是很满意的 文言抬手一指 立刻大门开启 周一星深吸口气 神色肃然地快走几步 在白小春面前深深一拜 一星啊 好好准备一下 要不要多久 我们监察府就要开始忙碌了 白小春学着大天师的样子 淡淡开口 周一星立刻乘势 随后四迟一了一下 左右看了看后 低声开口 大人 那宋缺怎么处理 第779集 可怜的孩子 宋缺 白小春一愣 随后一拍脑袋 他发现自己居然将宋缺给忘了 是啊 就是在陈家 那个自称是白小春折的宋缺 周一星低声开口 目光在白小春身上一扫 又赶紧低下了头 他呀 我这脑袋 你若不说 我都没想起来 白小春有些自责 觉得自己虽是宋缺的大福星 可身为长辈 似乎对晚辈少了关爱 大人日理万机 做的都是安邦立国的大事 任何一个决策 都可震动天地 为整个魁皇城安前马后 鞠躬尽责 卑职该死 这点小事 还要劳烦大人 还请大人多多注意身体 此事是卑职的错 周一星赶紧开口 声音诚恳 白小春听了后 觉得这周一星实在是会说话 很有自己的风范 心底舒坦 赞赏地对周一星点了点头 罢了 你将他带来吧 遵命 周一星大声开口 转身离去 不多时 再次回来后 宋缺被他直接拎着 扔到了白小春的面前 显然在来之前 周一星考虑到了 宋缺与白小春的关系 所以 此刻的宋缺 衣着已经不再是 当时陈家的那般破烂不堪 而是换了一身粗麻布衣 身上也都干净了好多 可他目中的倔强 以及疯狂 依旧强烈 有本事 你杀了我 我姑父绝不会放过你 宋缺爬起身来 站得比之一副 傲骨铮铮的样子 死死地盯着白小春 开口第一句话 就如咆哮般大吼 这吼声吓了白小春一跳 壳里面的内容 却是让白小春 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他咳嗽中板着脸 起身绕着宋缺走了一圈 目光在他身上不断打亮 这目光 让宋缺内心一颤 呼吸也都急促了 他觉得 眼前此人的双目内 蕴含了某种 他看不明白的可怕韵异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偏偏白小春还带着恶趣的 上前左摸一把 又拍一下 这就让宋缺多缩了 脑海不由地产生了 无数的联想 整个人顿时僵硬了不少 但口中还是大吼 我宋缺就算是死 也绝不屈服 行了 不用喊了 本大人问你 白小春是你什么人 白小春心底笑开花了 故意严肃地问道 甚至还露出一丝 似对这个白小春 很忌惮的模样 可实际上 对于宋缺即将说出的答案 满是期待 宋缺立刻就察觉到了 白小春的表情 愣了一下 若能不死 他自然是不想死的 此刻内心不由地活络起来 立刻开口 白小春是我辜负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白 小春眨了眨眼 藏住眸中的笑意 可表情却是凝重起来 白小春 是我辜负 宋缺眼睛一亮 用更大的声音咆哮起来 白小春内心激动 借着咳嗽来强忍着笑意 表情却更为凝重 忌惮也比之前明显了很多 又问了一句 你说的是那个 在明皇榜上列位第一 更是修为惊天 才智惊人 引动无数女性春心 让无数男修膜拜 更是让整个蛮荒通缉的 绝代强者 白小春 白小春这番话说出后 宋缺呆了一下 周一新也都下意识要无脸 按道 这也太明显了 这脸皮也实在太厚了 可宋缺无论如何 也都无法想到 眼前之人就是白小春 此刻虽愣住 但却被白小春脸上的 忌惮之一误导 立刻就开口 就是这个白小春 你说仔细点 哪个白小春 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白小春有些不满 提醒了一下 但表情却是露出一种 似不敢相信的模样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演技很厉害了 就是那个在明皇榜上列位第一 更是修为惊天 才智惊人 引动无数女性春心 让无数难修膜拜 更是让整个蛮荒通缉的 绝代强者白小春 宋缺呼吸急促着 心底却生起一丝怪异的感觉 重复了一遍后 他隐隐觉得 似乎对方说的与自己所说的 仿佛不是一个人 天哪 你居然真的是那位白小春的侄儿 白小春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 还退后了几步 指着宋缺一脸无法置信 周一新傻眼了 呆呆地看着白小春 赶紧低下头 他真有些看不下去了 宋缺却心底更为激动 立刻振奋开口 没错 我就是白小春的侄儿 唯一的侄儿 他老人家对我极为看重 更是充满了期待 我姑姑是他的道理 他一定会来救我 你若敢动我一下 我小姑父必定为我报仇 他恨不能说的再明显一些 话里话外 都是在告诉别人 自己对白小春而言 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想要抓白小春 就绝不能杀自己 以这个方式来争取保密 这番话语 被别人听到后会如何 白小春不知道 可他自己听到后 心底无比地惬意舒坦 已经痛快到 无法形容的程度了 没想到 你说的居然都是真的 那修为盖世 惊天动地的白小春 居然真的是你的 小姑父罢了罢了 一心 把此人留在我监察府内 就先做一个捕从好了 至于修炼资源 也可以给他一份 哼 有他在 我相信那绝世天骄 让无数人痴迷 让我蛮慌通缉的白小春 一定会乖乖地自投罗网 白小春袖子一甩 义正词言 笃信不疑地开口 宋缺听到这里 终于松了口气 心中虽怪异的感觉更多 但却顾不上仔细琢磨 立刻就被早就听不下去的 周一新抓着 直接带走 眼看周一新带着宋缺离去 白小春赶紧关上大门 封印四周后 再也忍不住 放声畅快地大笑起来 缺儿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 我的身份 不知道你会是什么表情 白小春想到这里 更为兴奋 恨不能立刻告诉宋缺 自己就是白小春 可他知道分寸 对于这宋缺也有提防 自然不会告诉真相 这种隐瞒身份 听着对方吹捧自己的感觉 让他很是舒爽 琢磨着以后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把这宋缺叫来吓唬一番 一定能让自己心情 很快恢复愉悦 安排了宋缺的差事之后 白小春不由地想起了神算子 也不知道神算子在哪里 他应该也在蛮慌吧 白小春觉得自己的使命 又多了一个 神算子当初跟随自己 如今或许也在水深火热之中 自己有必要找到对方 将其解救出来 只是想要找到神算子 白小春没有丝毫头绪 想了半天 他只能叹了口气 将此事放在心底后 正打算去熟悉十八色火的配方 忽然他神色一动 猛地低头看向储物袋 目中露出喜色 以拍之下 从储物袋内拿出永夜伞 永夜伞当初在陈好松的一掌下 伞面全部崩溃 只有伞骨完整 而后白小春在李家抄家时 得到了那张神秘的兽皮 与储物袋内 二者融合在了一起 使得永夜伞处于恢复中 而眼下 在永夜伞被白小春取出的瞬间 其上有黑光闪现 那张兽皮竟逐渐地化作了 永夜伞新的伞面 二者完美归一后 新的永夜伞上 立刻就散发出阵阵波动 这波动之强 比曾经要多出数倍 甚至仿佛在层次上 都不大一样了 握住此伞 白小春清晰地感受到 这永夜伞内 蕴含了一股惊人之力 他忍不住心中激荡 猛地将此伞撑开 获得一声 在永夜伞被撑开的刹那 其兽皮伞面上 赫然出现了一张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的鬼脸 这鬼脸比曾经的更为清晰 甚至白小春看去时 都有种心神被射动的心迹之感 他赶紧修为运转后 这感觉才消散 永夜伞 总算修复完成 第880集超家上瘾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十天 这十天里 白小春没有外出 而是在监察府内闭关 熟悉十八色火的配方 有白浩姐说 渐渐的 白小春对于这配方 已经极为了解 也尝试炼制了几次 但却被炼火的消耗难住了 白浩的配方 与其他十八色火的配方不同 其消耗极大 可以说每一次炼制 都需要准备十分十七色火才可 如此一来 白小春就算家底还算丰厚 可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损耗 这可怎么办 就在白小春发愁时 大天师出手了 大天师在经过了十天的思索与判断后 锁定了九位天侯 斩霹地手段 如雷霆一般 将这九位天侯 全部扣押 随着扣押 此事彻底轰动了整个蛮荒 四大天王也都被惊动 整个魁皇城内 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余下的九十多位天侯 人人自危 胆颤心惊 至于十大天宫 虽没有人在这一次的行列之内 可一样心生警惧 各自选择了闭关 不见任何求见者 对于此事 不愿参与哪怕半点 就算是陈好松 对此也都觉得如履薄冰 沉默中一样 选择了闭关 而那九位天侯被镇压后 他们的家族族人 也都惶惶不安 在大天师没有法令下达前 他们连逃出魁皇城的丝毫 可能都没有 在这整个魁皇城 都人心惶惶的时刻 白小纯终于接到了大天师的法旨 让他开始抄家 白小纯这监察使 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 他等这一刻 已经等了十天 他自从练灵铺被毁了后 断了修炼所需的财路 如今就指望 抄家的这一成收入了 当拿到法旨的那一瞬 他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尝试炼制十八色火 需要耗费的魂数量太多 难以计算 且这种熟悉度 没有任何能取巧的地方 只有不断地尝试 才能最终炼制出十八色火 抄家 抄家抄了这九个天侯的家后 我就能炼火了 白小纯异性盎然 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就带着三千尸轨大军 按照大天师给予的名单 马上就干起了 他越来越熟悉 并有些痴迷的行当抄家 他奶奶的 自从来到这蛮荒后 我就开始不断地抄家 一路从巨鬼城 抄到了魁皇城 若说抄家技术 谁最强 整个蛮荒 我自称第二 谁敢成第一 白小纯傲然屁逆间 一路杀向第一个天侯家族 监察府一出 风起云涌 哪怕是牛鬼蛇神 也唯恐避之不及 让本就人人自危的魁皇城 立刻如同暴风雨降临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 对于整个魁皇城的权贵来说 仿佛是一场无法苏醒的梦魇 九位天侯的家族 被白小纯带着 让人记忆深刻 看之心惊的失魁大军 陆续抄家 可以说 每一个他抄完的家族 都被刮地九尺 寸草不生 就连建筑 但凡有点价值 都被他拆得干干净净 仿佛是被一群老鼠扫荡过的粮仓 颗粒不存 这里面最大的功劳 不是白小纯 而是周一星 周一星对于抄家 似也有一种天赋 在他的火眼金睛下 一切能被发现的宝藏 都被他带人搜刮得干干净净 随后白小纯为了自己炼火所需 还唤醒了小乌龟 小乌龟一看这种抄家的事情 也兴奋起来 叫萧中与周一星配合 形成了灾难般的疯狂 魁皇城内有不少人 远远为观 看到了白小纯 在这九位天侯家族内 抄家的全部过程 纷纷心颤 传言无数 这白昊天生就适合抄家 这也太绝情了 天啊 他连房子都不放过 居然都拆了 他那是什么眼睛 怎么每一处所指 居然都是藏宝之处 这白昊他莫非前生 是个打动的耗子 这些哗然议论 在整个魁皇城都传开 更多人也都吃惊地 去关注白小纯的抄家行动 也注意到了白小纯 在抄第一家时 用了三个时辰 那家族才干净无比 可到了第四个家族时 白小纯用去的时间 直接缩减 两个时辰不到 那个家族的建筑 就坍塌了不少 当抄第七家时 如同爆发一般 只用了一个时辰 那第七个家族就干干净净 只有地面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还不算什么 最惊人的是 第九家半个时辰的时间 其家族内夸张地说 就连一丝灰尘 都没有了其搜刮的干净程度 使好多人看到后 会有种恍惚之感 连续扫荡九位天侯家族 收获之大 白小纯哪怕见多识广 也依旧心脏咚咚的快速跳动着 更让他激动的 是在这抄家中 他还抄到了大量的 十五色以上的成品之火 对他来说 这种成品的火 比一切都重要 这可以节省他魂魄的同时 也节省了他大把的时间 可以直接拿来 作为炼制十八色火的材料使用 尤其是十七色火 更是对白小纯而言 如获至宝 以至于他抄完了第九家后 费了好大的毅力 才忍住了 想要把对方隔壁的一个天侯家族 那红丝中隐隐闪着绿光的双眼 让那个家族心惊肉跳 赶紧出来澄清 自己并非名单之人 生怕说得晚了 白小纯一声令下 那三千煞气中 多了一丝贼气的尸馈 就顺便把他们家族也给断了 数日的时间 连超九家的疯狂 使得白小纯的名声 不仅仅是魁皇城内更为赫赫 也都传遍了蛮荒 甚至通天河区域的宗门 那些有资格知道蛮荒事情的大能之辈 也纷纷再次听说了白昊这个名字 都暗中心惊 虽说如此 可白小纯已经超上了意 好在很快的 大天师再次出手 进行了第二批的收押 这一次被收押的天侯有七位 随着法指的降下 白小纯狂喜 大笑中带人继续展开了一场 抄家的风暴 所去之处 声势滔天 而魁皇城的权贵们 在这两次的打击下 一个个都纷纷用了权力 用各种方法 去向大天师表态 去证明自己的忠诚 也在这个时候 魁皇首次自行选择了闭关 他的这个做法 表面看起来 是为了保护满朝文武 从而选择了低头 可实际上其心思之身 是在烈士中 用最大的可能 去收获人心 只不过大天师 似乎也想明白了 他不在乎魁皇的收买人心 他在乎的 只是让人害怕自己 而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白小纯是最开心的 那第二批的七个天侯家族 他抄起来更为得心应手 自身的收获 也大到 让他每次看到 都会忍不住双眼冒出金光 以至于让他这个不贪财的人 都升起了 想要把整个魁皇朝的 所有天侯都抄家的冲动 不过他始终牢记一点 那就是每次抄家后 都将九成的财富 亲自送到天师殿内 送到大天师的面前 他要慢慢地 潜移默化地 让大天师明白这些天侯 任何一家 都富有的惊人 而财富 往往就是野心 以及祸根的源泉 只是可惜 大天师在连续两次 出手威慑之后 没有继续展开第三批 白小春在等了许久之后 只能郁闷地叹了口气 眼巴巴地看着 那余下的九十个 天侯所在的家族 很是遗憾 大天师太心慈手软了 要是继续抄家 该多好啊 带着感叹 白小春不得不 结束了这一次的抄家 回到了监察府后 他立刻就开始了闭关 用他这一次 收获的大量的多色火 去强行推动 自己十八色火的熟悉度 使得他炼制 十八色火的进展 突飞猛进 节省的时间之多 难以计算 而随着前后 两批十六位天侯的落马 大天师的权势 再次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葵皇闭关 皇子闭关 整个皇族 竟没有任何一人 敢走出自己的府邸半部 四大天王也都选择了 在面对这样的大天师时 低下了头 不去招惹丝毫 一时之间 大天师权倾朝野 风光无限 直追当年晋升半神后 架空葵皇时的 屁腻苍穹 时间一晃 过去了三个月 白小纯这里的名气 也随着抄家 随着大天师的威严 一路爆发 如今可以说是整个蛮荒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就连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著部落 也都畏惧 只是绝大多数的言论 都是臭名昭著 第七百八十一集 暗流极限 说起那监察使白号 此人杀人不眨眼 心狠手辣 无比疯狂 他喜夺人妻 妻上瞒下 谄媚无耻 据鬼王就被他蒙骗 他擅长抄家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回皇朝内连超十八家 残忍发指 他为人奸华 修炼邪功 吞噬生机 被他吸走生机之人 回皇城内随处可见 种种声音 在这蛮荒中不断地传开 那些言辞里的白号 已经是十恶不赦 甚至在一些部落里 都开始用白号的名字 来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孩童 美美效果出奇的好 这一切 处于闭关炼火中的白小纯 毫不在意 可他的弟子白号在意啊 白小纯闭关时 白号时常外出 本就可以千变万化 再加上明面的身份 是白小纯的魂仆 只要保持呆板的样子 外人不但看不出端倪 更是不敢招惹 另外在白小纯的命令下 尸葵也都会跟随白号 作为保护 而白小纯的炼火 耗费太大 就算是超加收获惊人 也依旧架不住他的消耗 毕竟每一次炼制 都需要十团十七色火 如此一来 不仅仅是白号 就连周一星也都经常外出 帮白小纯在外收取魂魄 全力维持他的炼火大计 所以在这外出时 白号听得最多的 就是无数人暗中的议论 每次听到 他都觉得怪怪的 他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 自己的名字 真的被师尊给玩坏了 同时这种传向 整个蛮荒的谣言 也让白号警惕 而白小纯那里 在这种消耗下 他对于十八色火的掌握 也都与日俱增 他有把握 继续这么尝试下去 怕是用不了多久 自己便可以真正地 炼制出十八色火 他很着急 白号的警惕 也是他的警惕 他此刻也猛然间意识到 自己之前祭祖之日的行为 在让自己势力狂增 达到巅峰的同时 也让自己处于一个 极其危险的境地 白小纯明白 自己必须要提防 大天狮的鸟进攻藏 虽在之前的配合中 白小纯化作一把 大天狮手中锋利的刀 刀锋指出所向披靡 可如今随着大天狮重回巅峰 镇压所有后 监察使存在的意义 已经快要没了 天下太平 刀还有何用 在这个时候 白小纯很担心 大天狮会将自己推出去 以平满潮权贵的压抑与引怒 好在他们师徒二人 早有商议 面对这种 凭着白小纯的修为 无法抵抗的巨大危险 白小纯这里只有一个选择 这也是他目前 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那就是成为地品炼魂师 只有成为了地品炼魂师 才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 逆转乾坤 一举翻盘 不过 按照我与浩尔的分析 大天狮应该还不会这么快 就把我当作弃子扔掉 或许这一切都是我多虑 大天狮看在我的功劳上 会对我更为赏识以重 且他如今全是巅峰 按照浩尔的判断 其心态会有所改变了 尤其是我之前抄家时 严格地划分出了九成财富 每次都是亲自送给大天狮 我就不信 他一次次地看到后 会没有意识到 那些天狗家族的财富之大 不说富可敌国 可也惊人无比 白小纯在闭关之地 看着手中的火团 心下低语 这些 都是我的铺垫 若无事则罢 一旦出现苗头 适当的时候 我就可以将号 给我出的那个毒计 使用出来 这样就又可花了一些时间 不过这毒计太损了 我虽不在意名声 可若能不用 还是别用的好 不过 若大天狮真的要把我 推出去迫不得已 我也只能用了 白小纯深吸口气 平复了下心绪 低头继续炼火 就在这白小纯警惕 鸟尽进工藏 不断地加速炼至 十八色火的同时 在这葵黄城内 有一双眼睛 却是如毒蛇一般 钉向了白浩魂 一条条 关于白浩魂的消息 以极其隐秘的方式 不断地汇聚到了葵黄城内 一间 从外面看起来 毫不起眼的密室内 此魂无名 常年跟随在白浩身边 巨鬼城方面调查结束 无人知晓此魂来历 第一次出现 是在白浩的炼灵铺内 平日里呆板麻木 与寻常魂铺没有什么区别 这密室内 有十三道虚影 安静地漂浮在四周的暗处 他们的样子模糊 就连气息也都让人捉摸不透 此刻都平静地望着 在他们正中间 一个相貌秀美的女子 这女子此刻正缓缓开口 说着关于对白浩魂的调查结果 此女 若是白小纯在这里 一眼就能认出 她就是妙龄 当初在炼魂湖内 此女败于白小纯之首 同时在白小纯来到葵黄城后 也暗中出手 但最终却隐藏起来 白浩成为监察室后 此魂少见出现 而监察室内防护三严 外人根本查看不出丝毫痕迹 不过 此魂在最近三个月 却是外出了数次 每一次都 似乎是遵从白浩的命令 去购买魂魄 上一次出现 是在三天前 按照我的预计以及判断 半个月内 此魂必定还会再出现一次 只是她的身边 始终有上百具尸魁跟随 实际上并非只是此魂如此 还有那周一星外出 也是这样 妙龄平静开口 一句句话语 条理清晰 她的衣着也不再是暴露 而是正常装扮 所以 我建议此魂下一次出现 就是我们动手之时 说完 她向着四周 那十三道虚影抱拳一拜 四周十三道虚影沉默 扮上后 其中一道虚影忽然开口 你确定 此魂拥有独立的神志 且心智极高 之前的一切表现 都是迷惑外人刻意露出 此魂我虽只是见过几次 可却完全确定 妙龄毫不迟疑 立刻说道 四周再次沉默 片刻后 又有一道虚影 沙哑的开口 此魂毕竟是那疯狗白号的魂仆 若真是如你所说 怕是对白号而言 也都极为在意 所以 你要确定 有了此魂 真的可以 炼出十八色火 妙龄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从除物袋内 取出了十三枚骨剪 一甩之下 这十三枚骨剪 飞向四周十三人 被他们一一接住后 纷纷看了起来 很快的 他们的目中 就露出闪烁的光芒 显然这预解的内容 已足以让他们确定 妙龄所说的真实性 十八色火 对于我们这一脉而言 最艰难的地方 就是 火种只要有了火种 就可以让我祖父 在晋升地品练魂师后 再不需要这种魂 就能练至十八色火 而承诺给诸位前辈 每个家族的十八色火 以及配方 我祖父已以道士为正 且诸位前辈显然都已看出 那白号的好日子 已快要到头 大天师之所以还在迟疑 他也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不管如何 这白号已经是没有了齿人的老虎 他若忍不住抱起 不用我们出手 只需推波助澜 大天师就会顺势杀他平息众目 进一步巩固着滔天的权势 从而完美结束之前的腥风血雨 现在的大天师 要的是文 所谓鸟进攻藏 哪有鸟遗云 攻仍在的道理 妙龄微微一笑 轻声开口 四周再次沉默 妙龄不急 他站在那里 等待众人的答复 他有信心 这一次 不会出现意外 实际上 他刚开始看到白号魂时 也没有太多关注 毕竟白号魂 跟随在白小春身边 有面具之力保护 无人能察觉 其与寻常的魂谱有什么不同 而且 白号也自我隐藏 只在白小春面前 才出现灵动 直至最后一次 白小春与孙亦凡 以及司马涛的炼火 白小春成功地炼制 出了一丝十八色火 就是在那一刻 白号魂情绪波动强烈 又一时没有白小春的 面具之力保护 妙龄才察觉到了 白号魂的不同寻常 而他之所以能察觉 与他的修炼功法特殊有关 妙龄的家族 不是天猴 更不是天宫 而是出现过 地品炼魂师的地品家族 第七百八十二级炼十八色火 虽然他的家族 当年的那位地品炼魂师 早已陨落 可其当年名气太大 甚至只差半步 就可以突破成为天品 死前为家族成功地炼制了 一道血脉法器 传承十八色火 以及十九色火配方 使得外人无法染指 就算是半神 也都难以在他们不愿意的情况下 强行夺走 所以虽早已陨落 可其家族在此负责之下 如今依旧可以处于豪门 哪怕没落 可底蕴依旧存在 而其祖父 如今更是玄品巅峰炼魂师 他时刻都想突破玄品 踏入地品 从而重塑先祖辉煌 且一旦成为地品 就可轰动蛮荒 凌驾于天猴天宫之上 就连大天师都要礼让三分 只是他们家族留下的 晋升地品炼魂师的方法 有些特殊 需要找到一个具备神智 且灵智极高的魂 作为主材料 配合其他的手法 可炼制出火种 而其族人修行的功法 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 这种魂的波动 一旦火种炼出 就可凭此炼制十八色火 晋升地品 只是这种魂 太罕见了 多少年来 他们家族虽也自行创造了一些 可都不算完美 不符合标准 始终都没有成功 直至白号魂 引起了妙灵的注意后 他将此事告诉了其祖父 经过其家族的小心验证 最终确定了白号魂 就是他们需要的完美的火种之魂 若非白小淳的存在 怕是妙灵家族 早就动手直接抢夺了 可接下来 白小淳风生水起 成为监察使 一路声势震天 他们根本就不敢招惹 怕留下线索 只能隐忍 直到如今 他们看到了机会 可还是对白小淳忌惮 只是成为地庭的渴望 让其祖父终于下定决心 不惜代价 联合了魁皇城内十三个家族 先是送出大礼 而后又许下道士众末 如联盟一般 要借助众人之力 神不知鬼不觉 不留丝毫痕迹 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去将那白号魂请走 妙灵想到这里 信心更足 不多时 四周那十三个神秘的虚影 彼此打量一番 统一了意见后 各自在手中的御剪内 留下道士 达成联盟 好 下一次那魂出现 就是我们动手之时 妙灵脸上露出灿烂笑容 向着众人抱拳一拜 抬头时 巧笑奄然地开口 事成之后 按照祖父的交代 为防止意外 我们家族会做出最坏的打算 化整为灵 分散在诸位前辈的家族中 三个月的时间 他老人家 就可以炼制火种成功 妙灵先告退 说完 妙灵欠身败过 转身时 扭动诱人的身躯 离开了密室 实际上 他觉得祖父有些过分小心了 化整为灵后 他都不知道 其祖父到底藏身在哪个家族中 而这十三个家族 到底是谁 他也不知道 不过祖父既然有把握 想来是有克制 这十三个家族反噬的手段 妙灵猜不透其祖父的想法 但还是觉得 白小纯那里 注定要日落西山 实在没必要如此忌惮 时间一晃 半个月过去 白小纯炼制十八色火 进展神速 此刻距离最终完成 只差一丝 之所以如此 除了那疯狂的消耗 与足够的资源堆积外 还有就是 白小纯从十五色火开始 就始终走的是 白号创造的配方路线 可以说是与如今的 这十八色火配方 一脉相成 做起来容易很多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他当初 与孙亦凡二人比试时 他曾成功地炼制出了 一丝十八色火 这一切 都使得白小纯这里 缩短了大量的时间 距离最终成功 尽在咫尺 这一次尝试炼制 我有一定把握 可以成功 白小纯呼吸透着兴奋 头发凌乱飘动着 这数月里 他几乎不眠不休 如今血丝弥漫的双眼内 终于露出了激动 也必须要成功 这耗费实在太大了 我如今全部家底 都已空了算这一次 最多在尝试炼制两次 白小纯再炼火的这段时间 白昊魂与周一星 也忙碌非常 将白小纯储物袋内的不少物品 如魂药等物 都多次拿出换成魂魄 眼下他们两人就又一次出门 正在外面帮白小纯换取最后一批 支撑他失败后 再炼一次的魂魄 想到这里 白小纯用力地吸了口气 闭上双眼 定气凝神 半晌后默然睁开 他立刻一拍储物袋 顿时之前就准备好的石团石七色火 已燃飞出 随着飞出 白小纯双手猛地抬起 不断地变换硬绝 全部心神都沉浸在了 那石团石七色火上 慢慢地 让这石团石七色火 彼此融合在一起 这个过程 白小纯已经做过太多次 轻车熟路 慢慢地 在他的面前 那石团石七色火 缓缓融合 化作了一大片火海 这火海内蕴含了惊人的高温 可却似乎被某道界线所环绕 虽扩散开来 可却只有百丈大小 没有外散丝毫 这是白小纯经历了 这么多次练之后 熟能生巧 在初始时能做到的极限 现在 就是压缩了白小纯目不转睛 修为散开 神识也都弥漫 忘记了一切 用全部精神 去将面前的石七色火海 骤然压缩 轰轰轰 巨响传出 闭关之地震动剧烈 这团石七色火海 在白小纯的努力下 正稳定地收缩变小 从百丈变成了九十丈 还在持续 白小纯的额头出现汗水 她的喘息也跟着急促 可她的双手 她的神识波动 却没有半点紊乱 依旧稳稳地控制火海 在那收缩下 成为了五十丈 四十丈 三十丈 之前有好多次 都是在这里失败的白小纯 更为集中心神 慢慢地 终于将那火海 从三十丈大小 压缩到了二十丈 没有结束 十五丈 十丈 五丈 整个石七色火海 被压制到了五丈范围 其内火焰如同暴君一般 似在不断地咆哮 使得火焰跳跃 似乎不甘心被束缚 要挣脱出来 可任凭这火海如何爆发 也都无法挣脱出五丈的范围 只能在那五丈内 将那向外爆发的气势 慢慢收敛 在内部产生了 某种惊人的变化 很快地 其火焰的温度 一下子就升高起来 随着攀升 其内十七种颜色 居然不断地交错变化 其变化的速度之快 就算是白小纯的神识看去 也都眼花缭乱 根本就看不清晰 他只是隐隐地感受到 似乎在那十七种颜色的变化中 多出了一丝 与众不同的色泽 最后关头了 白小纯激动 他知道 眼下是最关键的时刻 按照配方 五丈以内 都有凝聚出十八色火的可能 而其关键 就是自己要从这眼花缭乱 变化速度之快 无法形容的众多颜色里 找到那多出的颜色 在找到的瞬间 用自己全部的神识 准确无误地轰入进去 使得那多出的颜色暴涨 从而催发其成为第十八色 如此一来 就可化作十八色火的魂药 已经算是完成了 只需一捏 便能成十八色火 可机会只有一次 一旦找错 就会彻底失败 火焰消散 而这火焰的范围越小 其变化的速度就越慢 方便白小纯选择的同时 因压缩的范围小 从而要操控的力度就更大 出现不稳的可能性就越多 所以失败的程度也就越高 之前有太多次 白小纯都是在最后一步上失败的 不能再失败了白小纯努力调整呼吸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五丈范围的火海 只是任凭她如何努力 也都难以看清 即便是有那么一瞬 找到了那多出的颜色 可还没等她神识融入 就再次逝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将火焰压制在五丈范围 所需要的心神也就消耗越大 再压 白小纯果断决定不再寻找 而是将这五丈火海再次压缩 轰鸣中 五丈成为了四丈 其内颜色的变化也刹那慢了一些 第783级精变 只是这种慢 是相对而言 比火海范围五丈的时候 略慢而已 若是换了其他人 乍一看 甚至很难看出区别 白小纯也是因长久地沉浸在 五丈火海的颜色变化速度中 才会感受得更为清晰 可就算是在清晰 那四丈火海内的颜色变化之速 依旧是快地 让她无法瞬间抓住后 立刻轰入神时 此刻她身体颤抖 双目内血丝极多 目不转睛地寻找那多出的颜色的同时 她的修为 也都因长久地操控火海的压缩 快要到了极致 但她没有再次压缩 而是保持火海在四丈内 不断地寻找 一次 两次 三次短短的一炷箱的时间 她就看清了 足有14次之多 我的判断没错 果然比之前要好了一些 上一次在一炷箱内 我只能看清9次 而现在 可以看清14次了 白小纯精神一震 虽然看清的次数多了 可她也有遗憾 她发现自己 还是无法做到 在看清的那一瞬 就轰入神时 最终白小纯叹了口气 狠狠咬牙 放弃了在四丈火海中 凝聚18色火 而是选择了再次压缩 火海轰鸣 在白小纯的压缩下 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在四周狠狠一按 顿时这四丈火海就波动起来 首次出现了不稳的征兆 白小纯立刻加大操控 这才使得这不稳 慢慢被压制下来后 火海的范围 也从四丈缩小 渐渐地成为了三丈 白小纯额头 浸出大量的汗水 这汗水刚一出现 就被火海内散出的高温 直接化作了白气 升腾而起 眼看到了三丈 白小纯呼吸无比紧张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不想将火海压缩在三丈范围 实在是这种压缩 对于他心神的消耗之大 在压缩的那一瞬 如同火上浇了油 一般疯狂 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且最重要的 三丈 是他经过太多次的尝试后 意识到的一个属于他目前的极限 不是他不能压缩到两丈 而是一旦如此 他的炼火就会失败 之前的多次尝试 都是在这个环节中失败 白小纯心知肚明 虽然说从原理上 这片火海 可以被压缩到两丈乃至一丈 可他曾经也尝试过 只要是到了两丈以内 虽然颜色变换的速度 缓慢到足够他去捕捉 且轰入神石的程度 但神石融入后 最终却只能如当初与司马韬 以及孙亦凡比试时一样 出现的只是火苗 而非完整的火 那火苗在他的面具之力下 可以被隐藏 这也正是这几个月来 他闭关炼火 可外人却不知道的原因所在 可白小纯要的不是火苗 而是完整的十八色火 三丈 是我最后的底线 白小纯喘着粗气 眼内露出执着 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 此刻全部星神都在火海中 很快的 他就再一次看到了 其内多出的颜色 但他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继续等待 没过多久 第二次 第三次直至第四次 这火海内的颜色中 被他再次看清了多出的色泽时 白小纯没有半点失忆 他的神识在这瞬间 轰然爆发 他的双眼更是爆出精芒 神识的速度无法形容 仿佛与目光融合在了一起 刹那就直接轰入眼前的 三丈火海中 与白小纯所捕捉到的 那多出的色泽 在一瞬中融到了一起 随着融合 神识疯狂地爆开 而那多出的色泽 也因神识地融入 一下子就明亮到了极致 与其他十七种颜色 似要争锋 三丈火海也都轰鸣起来 不断地翻滚 似其他 那十七种颜色 不甘心自己的地盘中 多出一只凸起的异军 可这一切 在白小纯的炼制操控下 已经融布的火海内 那十七种颜色的阻挡 那第十八色 此刻越来越明亮 越来越惊人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 从白小纯出手直至现在 都是在眨眼间发生 哄哄之声 刹那间滔天而起 整个密室都震动起来 白小纯面前的三丈火海 终于在这一瞬 出现了第十八色 这第十八色 清晰无比 在出现之后 使得这片火海 瞬间就从十七色火 晋升到了十八色火 虽只是火海 还需白小纯去将这片火海 用炼火的手段 一捏之下 将其收回 经历某种奇异的变化后 方可成为真正可以使用的 成品十八色火 可这个手段 对现在的白小纯来说 已经算不上什么难事 所以 这十八色火海 在他眼中 就是成品的十八色火了 在这片火海 化作十八色的瞬间 一股强烈的波动 也从火海内爆发出来 四要沟通天地 融入苍穹 引动天地大变 这正是十八色火 最明显的征兆 任何一个十八色火 都可以撼动苍穹大地 出现那种仿佛是 天结般的奇异变化 尤其是在接下来 白小纯如果去用炼火的手段 一捏之下收火在掌心内 那么 在那个过程里 这奇异变化 必定会越来越强烈 直至达到极致后 让天地出现异象 哪怕是如今 只是火海状态 这波动也都强烈无比 好在白小纯有面具之力遮盖 使得他面前这十八色火海的波动 被全部阻挡 成功了 白小纯激动的身体颤抖 他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 数月的研究 不眠不休的尝试 海量资源的耗费 这所有的付出 在今天这一瞬 终于有了最好的结果 激动之意 在白小纯心中无限翻滚 他连续深吸了几口气后 才勉强压制下来 看着面前三丈范围内的 十八色火海 他右手猛地一捏 这一捏之下 立刻三丈火海 骤然翻滚 似有某种存在于 其内咆哮 直奔白小纯手心而来 在来临的过程中 这火海很容易地 就不断地缩小 眼看就要全部 收入白小纯的掌心内 可在这过程中 其内散出的波动 让白小纯这里 不由地迟疑起来 他已经发现 自己面具的遮盖之力 竟在这一刻 首次地出现了波动 似有些要隐藏不住的征兆 一旦无法掩盖 那么这火海 收入白小纯掌心 化作成品十八色火的瞬间 天地必定大变 整个魁皇城的人 都将知道 十八色火诞生 而此事 与他未来的计划有冲突 这是底牌 一旦提前暴露 让他的敌人 有了针对性的准备 就无法成为白小纯 关键时刻保命的杀手锏 白小纯目光一闪 仔细回忆了一下 自己炼制的过程后 他有把握 这一次成功的收获 使得他再炼十八色火时 不说次次都可成功 但三五次里 怎么样也都可成功一次 有了这样的把握后 他才勉强地忍下了 立刻就要一鸣惊人的冲动 虽然他对面具之力 也有自信 可还是不敢去赌 实在是这张底牌 对他太重要 关乎性命 于是轻舒口气 带着些可惜 右手一晃 该捏为抓 向着那片火海 狠狠一抓 这一抓之下 立刻火海震动 刹那消失 出现在白小纯手中时 化作了一枚 与众不同的魂药 这是在整个蛮荒中 与十八色火一样 罕见的极品魂药 甚至可以说 这没魂药 也能从某方面证明 白小纯 已经不再是 选品练魂师 而是踏入到了 地品境界 成为如今 整个蛮荒中 超越了天侯天宫 就连大天师 也都要里让三分的 第四位地品练魂师 十八色火牙该死的 若不是那什么明皇榜 闹得天下人皆知 我都想立刻去练 原鹰已经好久没练了 一旦去练 我就可修为突破 直接成为原鹰后气 白小纯深吸口气 这种诱惑 伴随着风险 白小纯想了想后 还是决定缓一缓 等待适当的时候 一次性崛起爆发 这种锦衣夜行的感觉 让白小纯 少了炫耀的风光 于是 就连成为地品练魂师的兴奋 也都降低了一些 琢磨着 既然不能对外说 那么和自己的弟子说说 得意一下 总是可以的吧 想到这里 他立刻又有了振分 于是正凭着脑海里 与白号的那一丝联系 去沟通白号 好徒儿 你才为师白小纯 一时刚刚传出 突然的 他的脑海中 猛地传来 白号从来没有过的 焦急之声 师尊 救 这句话还没等说完 白小纯全身轰然一震 如有一把无形的刀 闪电一般斩下 将他脑海中 与白号的那一丝联系 陡然斩断 第784集 煞气滔天 这斩断 来得太过突然 白小纯之前没有半点准备 此刻猛然间 他与弟子白号之间的联系 就彻底断开 哈尔 白小纯的面色瞬间大变 他疼得站起身 心神内更是在这一刻 掀起震天轰鸣 一股强烈的不安 让他如同瞬间置身 惊涛骇浪间 他甚至都来不及 思索太多 更是将自己成为 地品练魂师的喜悦 全部都扔在了脑后 此刻满脑子 唯一的思绪 就是白号 他没有半点犹豫 向前一步走出 其身影刹那 就消失在了这密室内 出现时 赫然到了监察府的半空中 整个人化作 一道奔雷般的长红 向着脑海里残留着的白号 最后的所在之处 急速远去 速度之快 更是展开瞬移 爆发出了白小纯 如今能展开的 最快之速 掀起尖锐的呼啸 破空之声 似乎要撕开苍穹 刹那就不见踪影 出现时 赫然在了监察府 所在大区的边缘 一片闹市之中 此地揭露两边 很是繁华 铺子无数 来往之人络绎不绝 根本就看不出 任何出现了 什么事情的征兆 反倒是白小纯的出现 他惊天动地的破空声 使得此地路人 纷纷心惊 不少人都立刻退后 齐齐看去 是白号 他怎么来了 路人心惊 认出了白小纯后 更是一个个内心不安 实在是这段日子 白小纯的名气太大 威名赫赫 更是让他们惊疑不定 是此刻 白小纯的面色 阴沉到了极致 甚至身体都在发抖 他的神识早就散开 一强烈的杀意 在他的身上 如同怒浪一般 正在疯狂地翻滚 这杀意之众 铺天盖地 让四周众人 全部色变 齐齐兮气 这白号怎么了 天哪 他要干什么 出了什么事情 众人心惊胆战 实在是这一刻的白小纯 其身上散出的煞气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一股强烈无比的危险 白小纯身上 这一幕并不常见 而眼下 他根本就控制不住 内心的焦急 担忧 自责 种种思绪凝聚在一起 化作了疯狂 形成了似要毁天灭地的血煞之意 白小纯的眼睛 瞬间就血红一片 他站在这闹市街头 他的墓中前方 是一间贩卖魂魄的铺子 四周没有任何斗法的痕迹 甚至就连竖法波动都没有 找不到任何端倪 可他很确定 白号出现危险时 自己最后锁定之地 就是这里 至于保护白号魂的那上百尸魁 却是毫发无损 可仿佛被干扰了一般 在这八方一个个呆滞不动 失魁 白小纯仰天 发出一声撼动苍穹的嘶吼 这嘶吼的声音 都沙哑中带着疯狂的暴怒 如同掀起了风暴 在这一刻 震扯天地 在白小纯开口的瞬间 监察府内两千多具失魁 全部身体一震 齐齐抬头后 一个个化作长虹 用它们最快的速度 搜搜而出 近三千失魁 形成了煞气漩涡 吞天一般 直奔白小纯所在之地而去 一时之间 漩涡搅动风云 仿佛天地将有巨变 这三千失魁 很快就汇聚到了白小纯的上空 给我封印这八方所有区域 所有人 所有铺子 所有地方 我给找 找出我的魂仆 白小纯力声大吼 立刻那三千失魁 一个个眼中爆出鸿芒 煞气更浓 瞬间散开 短短的时间 就立刻遵从白小纯的命令 将这八方全部包围 随着包围 更有封印之力轰然展开 笼罩极大的范围 所有在这片范围内的魂修 不管是什么修为 不管是什么背景 不管是什么身份 都在这一刻 被全部限制了外出 不但如此 这三千失魁 更是一个个杀意弥漫 立刻就开始搜寻 不仅仅是这里的铺子 还有所有人的除物袋 都在搜查的范围之内 至于白小纯眼前的铺子 更是重点中的重点 这一幕 立刻就引起了 极大的反弹以及重目 更有不少人 都含怒喝问 不愿配合 使得场面瞬间就乱了起来 而白小纯 她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她的身上 似没有了多少气息 可却有无尽的冰寒 在她体内不断地扩散出来 使得她四周的地面 都出现了寒霜 而她的面色 也都如死人一般 难看到了极致 身体微微颤抖 眼中的血丝之多 使得她的双眼 几乎看不到其他颜色 完全成为了红色 配合那乱舞的长发 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 如同魔神一般 尤其是在这冰寒中 出现的煞气 更是滔天 仿佛生人物尽 仿佛她要发狂 要去蔑视 她似乎没有听到四周的哗然 也没有听到八方的低贺 此刻的白小纯 她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幕幕画面 第一张画面 是她刚被传送来到蛮荒 遇到了白昊的尸体 第二张 是她用白昊的身份去了白家 看到了白昊居住的 茅屋地面上的痕迹 第三张 是她在练魂湖内 中看到了白昊的魂 第四张 是白昊魂苏醒后 向着她跪拜 说出的师尊二字 第五张 是在炼灵铺子里 她与白昊相依为命 白昊劝说白小纯 第六张 第七张 数不清多少张画面了 直至最终定格在了最后一张画面里 这张画面是漆黑的 如同白小纯此刻的心情 在那漆黑中 只有一句话 在白小纯耳边 一次又一次 不断地回荡 师尊就 白小纯沉默 眼中无神 而此刻 四周的乱子 也随着师魁大军的搜查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你们干什么 你们可知道我是谁 该死 就算你是监察使 可也没有权利这么做 我家主人是司徒天公 你们敢搜查我 这声音一回荡时 更有一个老者 带着怒意 从人群内冲出 直奔白小船来 白昊 老夫是天师府的执事 你发疯那是你的事情 居然为了找一个魂仆 不惜动用师魁大军 此时回头 老夫必定禀告大天师 你还不让人散开 老夫要回天师府 那老者仗着自己 是天师府的人 别人怕监察府 可他不怕 在他看来 监察府就是自己家 大天师手中的一条狗而已 对于白小船这里 直接怒吼 天师府 的确是个特殊的地方 那是大天师的家族 而所谓的直视 实际上也就相当于 是大天师家族的私从 就在这老者怒吼的瞬间 白小船猛地抬头 没有任何话语 向前一步走出 直接就到了那老者的面前 在这老者还没等反应过来的刹那 他的右手默然抬起 一拳直接轰出 速度太快 力量太大 久不出手的白小船 此刻一出手 那种堪比半步天人的惊天战力 瞬间爆发 那一拳 直接就让空气燃烧 四周虚无轰鸣 仿佛坍塌一般 将那天师府的直视 猛然吞噬 凄厉地惨叫 从那老者口中传出 鲜血喷洒 他的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 被直接卷向半空 在半空时 还没等坠下 他的身体就承受不住 白小船那疯狂的一拳 直接爆开 四分五裂 化作碎肉血雨 这一幕 立刻让四周所有人 都面色大变 倒吸口气 看向白小船时 露出骇然与无法置信 要知道 那是天师府的人 可白小船 居然一言不发 直接灭杀 凡有阻碍 直接轰杀 白小船沙哑的声音 透出刺骨的冰寒 在这周围的寂静中 回荡四方 再没有人敢挣扎了 也正是此刻 周一星也从远处赶了过来 他看到了那老者的死亡 也看到了四周的尸魁大军 最终看向白小船时 他的内心猛地一颤 这个样子的白小船 他还从来没见过 主人 他下意识地开口 可话语还没等说完 白小船看了他一眼 去找我的魂婆 白小船轻声开口 他的那一眼 立刻就让周一星脑海温鸣 只觉得身体从内向外 不断地生起寒气 哆嗦了一下后 他立刻就遵从白小船的命令 加入到了搜寻之中 第785集巨鬼王的温暖 这场搜查 没有持续太久 三千尸魁本就凶神恶煞 此地范围内的所有人 又不敢不配合 还有那些店铺 也都哆嗦中全面开放 任人检查 尤其是周一星在 使得这搜查更为快速与准确 甚至都动用了抄家的手段 不说绝地三尺 也都差不多了 没有找到 没有线索 没人看到 随着三千尸魁一个个的回复 最终周一星 也都紧张地来到白小船面前 一拜后低声开口 主人 没有发现丝毫端倪所有铺子 所有人 这范围内所有区域都检查了 甚至他们都没有看到 有魂出现过 尤其是这几间铺子 也都查过周一星月说 声音越小 最终低下了头 心中的紧张 更为强烈 白小船沉默 这一刻的她 身上的所有乐观 所有炫耀 似乎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那种仿佛如永恒般的 冰寒与疯狂 这种仿佛如永恒都检查了 这种仿佛如永恒都检查了 这种仿佛如永恒都检查了